大家好 升旗得獨 今天是2023年11月26日 今天是星期日 來到星期日的晚上香港時間 我們繼續跟大家詳細揭露今天的時事 這一節 繼續跟大家用經濟角度分析 各種政治還有時事的問題 這一節 我們繼續用市場角度去研究 到底今天 今時今日 還有多少人覺得 要堅持這個反美路線 是很正確的 跟民族大義有關 就算我真的當是跟民族大義有關 你真的覺得 被 龍蝦山 曾國衛 彈散強 這樣的人 走去做完局長 你的民族就會復興了嗎 用膝蓋都想到了 跟民族復興有甚麼關係呢 還有香港 為一個小小的特別行政區 這個是一個自由港來的香港 香港沒有東西要做的 香港是做生意賺錢而已 藍絲最喜歡說的 雖然藍王也要生活 我要賺錢 除了我要賺錢之外 基本上沒有第二件事 他們來來去的要求就是你不要妨礙我賺錢 總之我要賺錢 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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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當你正確 先不跟你說你正確 我又當你正確 那麼 跟 反不反美有甚麼關係呢 其實反美 做生意真的會做多了 所以你想一下就知道 其實根本 所謂的反美的路線 除了少數的人 好像有得益 得益就是在庫房裡挖出來的 本身的庫房 也有很多錢挖出來的 搞一下基建 建第三條跑道 填海呀 現在真的是填海呀 拿些錢填海 搞一下高鐵呀 一樣可以把庫房的錢拿出來的 為甚麼要支持反美路線呢 所以其實反美路線 是沒有市場的 我們正在說從藍絲的角度出發 不是從黃絲的角度 即是說本身 在香港我大大力要支持反美的人 其實除了腦筋不正常之外 又或者他能夠上位 有得做官 其實 市場是不存在的 接近 是非常非常之狹窄 這一節 當然我們就是要繼續揭露 五毛要痛哭 因為他們天天在大吹 說東升西降呀 美股要大跌了 接下來中國大陸要大升 簡直 是完全妄顧事實 連藍絲也不再相信了 藍絲也覺得 根本是靠海的 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他們自己 是自己上位的 阿茂也知道全世界 為有誰乖著美國做生意 不是賺到盆滿盆滿 其實香港就是一樣 香港為甚麼過去是國際金融中心 因為你跟美國是好朋友 我們繼續詳細講久之前 請大家記得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讚 用社交媒體 分享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立時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我們正在用的頻道是星期二日報 如果你訂閱了星期二得道也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會將 節目的連結上載至星期二得道 但是節目連結並不是完整節目 因為那裏停了廣告 請各位訂閱我們的後備頻道 我們的後備頻道是星期二新聞集團 請各位記得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本台廣播 請打開我們本台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屋大法 敬請各位記得繼續 幫忙支持 你支持我們 我們就是第一時間跟大家 詳細分析 各種的時事還有各種的問題 我們先來看看美國發生甚麼事 美國跟英國都分別地有一個日子 叫做Black Friday 黑色星期五 黑色星期五 黑色星期五不是很邪的嗎 這個黑色星期五 跟那個黑色星期五是不同的 現在我們說的Black Friday 是 零售 特價 賣東西的節日來的 大家都知道 我們經常說經濟 其實我們真的是很熟悉經濟的話題 因為我們本身認識很多 重傷的人 特別是Tony 大家知不知道 其實傳統 的零售旺季 現在就是零售旺季來的 因為 傳統的零售旺季 全部集中 在聖誕和農曆新年之前 即是說 農曆新年之前 和聖誕節如果 零售數據 不理想的話 你今年 就吃白果了 即是說 不是去到聖誕才能看賣賣東西的 聖誕之前的一個多月 是零售傳統的旺季來的 香港一直都是這樣 香港跟外國人當然不相同 香港還有農曆新年 所以農曆新年 農曆新年 初一 初二 初三是不能做生意的 基本上的消費力 集中了 在農曆新年之前 如果你農曆新年和聖誕都吃招的話 你就叫做全年吃招了 我們待會先回去研究香港 我們先說了美國 美國現在這個時間 正正是零售旺季來的 所以 這個叫做 黑色星期五 Black Friday 正正是在這個日子 是這個 是做特價 彈球促銷的時間 結果今年美國零售數據 就是一而再 再而三是佈折 跟那些 五毛跟你說東升西降 美國要崩潰了 完全跟事實不符 我們也再說 當然我們做經濟分析一定是會很客觀的 不會說我喜歡美國就唱好美國 不喜歡中國大陸就唱壞大陸 我們一定是要建基於事實 而事實是很明顯的 美國從來 幾乎都沒有試過搞不定的 所以 英國的問題也是一樣 大吹特吹 英國很不行啊 經濟負增長啊 然後能源價格貴 能源價格貴是真的 所以我其實也不想再做酒店了 是不是 不用跟我擔心的 各位 我賣掉就可以了 或者我不賣掉 我放在這裏也行 所以呢 我們久不久會有人跟我們聯絡 說你們不是 很心急要做酒店生意嗎 你弄錯了 聽清楚 我從來沒有要求過你過來 我們放在這裏 是廉價的 純粹是想幫一下 你有興趣就來 沒有興趣 大家無緣 無緣 不要見面了 你最好不要過來 很認真說 我也不是第一天說 對我們的節目 那兩位主持的性格 又或者作風啦 別說性格啦 我性格其實很隨和 不過我作風 節目作風很強硬的 熟悉我們作風的人也知道 我們是絕對不會為了五斗米 節要 所以 來和不來 大家說緣份 不要跟我說金錢 很認真說 聽清楚 雖然我們的節目 片尾放了廣告 但是你聽清楚Tony說 Tony 半句都沒有求過你來的 雖然這個節目 那個廣告是錄音 尤其是你覺得我是給錢 我是客戶 我大小 你習慣了 在香港跟的士 是爭執了 你留一口氣 在香港繼續跟香港的的士路爭執 我們絕對沒有興趣 坦白說 如果真是 聽看我們節目的人 大家投緣 才有機會見面 不過其實我不在這裡住 所以呢 就算 你去了那個英國的酒店 其實我也不在這裡 你真的不要跟我們擔心 我們完全沒有強求過 也沒有覺得過 這裏有好好的生意 我們完全不做也沒有所謂 完全可以 第一 整座租出去也行 賣掉也行 丟在這裏荒廢也行 好了 為甚麼時代革命可以出來反抗 我不想賺錢嗎 是的 其實很簡單而已 香港人 很多就是這樣 2019年 令人刮目相看 現在怎樣我就不知道 我們也是很簡單的 我們不求財 又或者這麼說 那裏求多了 我不會開心很多的 如果你覺得我要求你來的話 我也完全不想 有很多 是完全跟我們的理念是一點關係都沒有的人 是跟我們在一起 不好意思 我不歡迎你 好了 插開了幾分鐘 繼續回來講正題 香港就很欠錢了 香港就知道要賺錢賺錢賺錢 不好意思 錢對我來說 我不算很窮 多了我不會很開心 少了一點 我也絕對不會餓死 好了 說回美國問題 香港其實想做生意的人都知道 香港這麼久以來做到生意的最根本原因 做到國際金融中心的原因 除了經常說英國人的法律系統之外 其實一個很重要的事實就是香港 本身是打開 對美國的窗口 讓美國做生意 跟美國 有良好關係 再加上聯繫匯率 聯繫匯率也使得 香港等於用美金 簡單來說 香港由始至終 拿著的優惠也是在拿著美國的優惠 當然也要你有錢才行 如果不是聯繫匯率被人衝擊 那就 就唱不起這個聯繫匯率了 香港你說想跟美國真真正正做戰狼作對的 其實你可以數到的 首先我們把頭腦不正常的人放下 能夠有好處 在反美路線上 其實是有限的 第一可能做官 想繼續升官 第二你通常都看到的 會走去反美的 就是一班 可能近乎 智力有些問題 又或者 是平時沒有工作 退休人士收錢 去示威的人 絕大部分 有頭腦的人 正常的人 不是頭腦發熱 正常我寧願上班 也絕對不會走去反美示威 所以為甚麼那麼多年以來 這個 親建制的力量從來都不能夠動員任何人上街 因為個個彩你都傻 說一下美國 美國的經濟 是有很大的活力的 就算你再唱 也不能唱壞了 就算美國一時三刻搞不定 由於美國是世界的金融霸主 很簡單 除非你真的打倒美國 你有目標打倒美國也不要緊 首先第一 我覺得你腦筋不正常 第二 你支持中國共產黨打倒美國 你的腦筋更加不正常 第三 你支持香港的廢官 去打倒美國 證明你的腦袋是不正常之中的不正常之中的不正常 那就沒有辦法了 其實你絕對救不了 你說你支持習近平去反美 已經是笑話來的 你還要支持香港的垃圾去反美 那你不如支持工聯會去反美算吧 跟陳詠一齊去吧 根據Adobe分析 Adobe分析說今年有53億美金 的Black Friday銷售 是來自手機落單 所以隨著社交平台 還有網紅興起 令到這個透過手機落單變得更加容易 黑色星期五 Black Friday sales 賣得最多的就是智能手錶 還有電視 電子用品 還有玩具和遊戲 西方世界 所謂的外國人和華人的消費習慣 完全不相同 他們的儲蓄習慣 比起我們亞洲人 不只是華人 整個亞洲地區的儲蓄習慣是很大的 但是在西方 儲蓄習慣是很低的 所以他們整整一下就是發明了借貸 還有就是金融 變了 其實是先洗未來前 所以我們亞洲地區 其實 是很難 像西方世界 那種消費模式 香港就是因為貼近西方 是做到對外開放 再加上接近是等於用美金交易 所以香港才能夠造就到一個 叫做金融中心出來 是全世界其他地方 亞洲其他地方 包括台北 包括東京 全部做不到 但是這個地位現在是徹底被挑戰 這個時候 你說想維穩 想經濟繁榮 不要搞壞香港 其實最搞壞香港的就是 一定是支持反美路線 亞茂也知道 跟美國做生意一定只會 其實是賺到錢 美國的消費力到今天仍然是最強的 我們今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裡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 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金 大家當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 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為了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除了